很大不是假的 连我一个成年人 我都只拿到了73分 你就知道那些小孩子 他们在写这些的时候 可能是他妈真的是很痛苦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 如果你们家有小孩的话 要好的关心他 然后并且领导他 教育他 让他知道为什么要读书 跟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边 并且让他适度的放松 对各位家长 为了做到这些呢 我建议你们家里每个人 都要装社情守门员 就是那些东西 把你们小孩的注意力抢走好不好 赶快各位家长 社情守门员装起来 对小孩们 我要让你们感受我15年前 想要偷偷做坏事 结果网页都是空白的痛苦 没有道理只有我一个人受到这种苦